每一年在11月份呢 我们英语老师都会去参加一场盛会 就是ETA 英文教学研讨会 每年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演讲 还有很多的书展 来可以让我们的英语老师 做很多的交流 今年是在11月12月13日 14号三天 我们在今年凯斯教育机构呢 也会有许多的老师到现场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教学经验 今年我们有六场的演讲 我有个场次叫做 KATS Kindergarten Multicultural Expo Your Child's Passport to the World 与大家分享在凯斯与建国幼稚园 孩子们在进行我们的跨文化周的 很多的精彩的活动的记录 另外呢 我们的Phoebe老师 会跟大家分享 Kindergarten Song Bank Songs Every Kindergarten Teachers Must Kn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Your Classroom 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实用 又有趣简短的一些歌曲 让你在教室里面 可以让孩子们就朗朗上口 又可以让教室的秩序 非常的好 另外呢 我们还有Jennifer Chang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Utilizing Props and Songs to Enhance Your English Classroom 因为我们在凯斯 很丰富的很多的教剧 还有我们的一些故事的道具 歌曲 不同的方式 让你在教室里面的教学 能够更生动更活泼 我们利用Emergent Readers 来让孩子们进入阅读 然后呢 让他们去延伸很多的写作经验 所以爸爸老师的Workshop 叫做 Writing Projects for Emergent Readers of All Ages 不管您教的孩子年龄层有多高 如果他们是开始进入到阅读 进而要延伸到写作 这是你给你不要错过的Workshop哦 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动态的 很活泼的歌曲 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年我们还是有一个 这个Songs Workshop 叫做 Songs to Rock and Learn Teaching Literacy Through Songs 那这是由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学校所运用的很多歌曲 可以加强孩子们的 phonemic awareness 然后进而去训练他们的 英文的耳朵 不管是幼稚园 或是在英语学校 就是小学的这个年龄的孩子 他们有很多的歌曲 其实是会让他们 在说说唱唱跳跳之余呢 也增进他们的 这个英语的这个能力 今年我们还有另外一场Workshop 是由Sabrina老师 运用我们在学校所用的这些 丰富的情境教师部制物呢 跟孩子们进行教学 让你的教室更活泼 也让你的教学更有互动性 那他的Workshop叫做 for using stimulating classroom decorations 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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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A